你好,喜欢吃蛋糕吗? 喜欢喜欢 那这个蛋糕送给你了 好的好的 来来来,想吃就过来拿 小红一个跳跃,跳到车上 你慢慢吃吧,坏人关上了门 一个快步打开驾驶室 赶紧钻进去,小红就这样 被坏人抓走了 他开到另一条街,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小红在玩着气球 突然,一辆卡车突然停了下来 你好,喜欢吃草莓蛋糕吗? 车后面有小朋友在吃 你赶紧过去吃吧 好的好的,谢谢 我打开门了,赶紧上车 草莓蛋糕在车后面 天哪,坏人又把一个小朋友骗上车 给抓走了 小蛋拿着足球 刚从公园里走出来 他开开心心的蹦跳着 突然,一辆车停了下来 小蛋吓坏了 此时,司机拿着蛋糕走了下来 车上有小朋友在吃蛋糕呢 不要不要 我不吃陌生人的东西的 坏人看到没人发泄 露出了凶热的嘴脸 小蛋想跑 可是根本跑不掉 直接被扔进了车厢 坏人哈哈坏笑 使劲关上了门 另一边,警察局已经搜到家长的报警 一共是三位儿童的丢丝 离警察沉思了一会 想到了办法 过来过来和你一起去办案 你好 小婷,你来了 快过来快过来 有三位小朋友被人拐走了 我们将计就计 一切按我的计划进行 接下来 小婷假装成迷路的儿童 在路上迷路 哭了起来 而警察躲在了草丛里 勇望远近不停的观察 很快 坏人的灰色货车开过来了 警察拿起对讲机 目标出现 目标出现 小婷搜到紫色后 赶紧哭了起来 果然货车停下来了 别哭了 想吃蛋糕吗 坏人赶紧跳下车 看到四周没人 一把家小婷抓走了 直接扔进去 关上门 紧急的把车开走 然而 这一切都在警察的观察中 他迅速登上警车 追了上去 小婷在车厢里翻起来一看 咦 这不就是了三个 失踪的小朋友吗 你们别害怕 赶紧拿出对讲机 报告报告 三个小朋友在车厢里 好的好的 搜到搜到 你们不用害怕 我是警察 突然 一个转弯 车差点就撤翻了 坏人左看右看 咦 他发现有警车追上来了 于是 使劲的家大游们想逃跑 可是 警察诉说 哪里会同意他的想法呢 警车使劲的追上来 一个蛋糕砸到车镜上 影响了视线 下一秒 坏人开到前面去了 难道他真的会跑掉吗 此时 小婷想到了办法 他拿起钳子 钳住一只臭袜子 这只袜子太臭了 直接扔进驾驶室吧 坏人闻到后 差点就吐出来了 他赶紧刹车 跳了下来 不停的咳嗽 此时的警车追上来了 警察一勾快步靠住了他 坏人终于被抓住了 小婷打开了车门 小朋友在车上走了下来 报告报告 我完成任务了 很好 感谢你的配合 小朋友们 以后记住不要刺墨上